花蓮市观光旅游圣地 不少民众出游都是选择到花蓮来旅游 而受疫情影响在各大景点 虽然没有过去爆满人潮 不过在这一次的端午假期当中 有明显回温了 业者对七八月份的暑假 抱持着乐观的态度 端午廉假第二天 七星坛停车位一味难求 不少家庭都趁着廉假的好天气 带着家人出门透透气 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上 到处都可以看见零星游客 这次的端午连续假期 在各大景点虽然没有过去的爆满人潮 但都已经有明显回温 在七八月份的询问电话 更是陆续涌现 你这个廉假期间的话 我们讲真的是人潮是蛮多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游客可能只是来待一下 就走了那种 几乎都是每天都会接到电话 询问度变高了 所以七八月还是蛮期待的 是每一天都很期待 不是七八月期待 赏金码头及满人潮 一早的班次中 更是难得出现客满的情况 游客排队上船 在疫情期间难得出游 虽然戴着口罩 但不难看出每个人的好心情 那今年的外地客人还蛮不少的 所以连续三天的状况 终于感觉到 好像景气比较好了一些 这样子 现在目前的状况 我们连续三天 每天都是开四个航班 那航班的部分 大概都是六成以上的满 随着防疫政策逐渐松绑 让不少人都趁着廉价好天气 出门晒晒太阳 虽然人潮不及一望 但对业者也算是看见了一线生机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